大家好,我是交道高筋的陈欣 今天我们视频的主题是阿里巴巴 大家知道,2021年的4月份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认定阿里巴巴 自2015年以来 存在滥用市场支配地位 推行二选一的这种行为 最后对阿里是处以了 182亿元的创纪录天价罚款 马云在后面也退出了 阿里的董事会和管理层 二十大之后 中央对平台经济的态度 依然从防止资本无需扩张 转变为支持其大显身手 很多人都关心 阿里巴巴最近到底怎么样了 正好呢 2月下旬阿里披露了22年4季度 也就是23财年第三财季的财务数据 我就此来讨论一下 阿里最近的情况 以及我对阿里的看法 先来看一下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价 22年四季度 阿里是实现了营收2478亿元 同比仅增长了2% 但是公司的规模净利润 是达到了468亿元 同比增长了69% 而且阿里创造了874亿元的 经营性的净现金流 同比也增长了9% 看起来阿里的盈利是恢复的相当的不错 业绩出来之后呢 这个数据是优于市场预期 所以2月23号阿里的股价开盘就大涨 当时是超过了100美元每股 但是随后股价又开始下跌 到2月末收盘是87.79美元 要知道阿里巴巴在2014年9月份上市的时候 首日的收盘价就达到了93.89美元 这意味着在持股超过8年多之后 上市首日买入的股东 依然是属于亏损状态 到底是为什么呢 如果考虑到20财年和21财年 阿里的净利润呢 实际上都在1500亿左右 22财年呢 因为受到国家的这个罚款 以及疫情的影响 22财年实际上只有600多亿的净利润 如果在疫情冲击过后啊 公司的盈利能力能够恢复到这个水平 目前公司的市值呢 只有2324亿美元 当前的股票估值是相当的低迷 阿里的三大战略方向呢 是消费、云计算和国际化 下面呢我就会分开来展开讨论 首先对应消费战略的 就是阿里最重要的部门 也就是中国商业部门 22年的四季度 实现了1700亿元的营收啊 同比下降了1% 主要的原因呢 就是疫情影响供应链 以及淘宝和天猫的 线上食物商品的GMV下降 近期大家都知道 抖音快手这些短视频平台上的 直播电商 呈现了爆发性的增长 不断从陶器平台 在争夺市场份额 导致阿里占比最大的 零售商业客户管理的业务啊 营收同比下降了9% 但是阿里的支营业务呢 却展现了比较强的生命力 包括高新零售啊 天猫超市和荷马这些业务啊 当即是实现了营收744亿 同比啊 也增长了10% 如果我们拉长周期来看的话 在22年的后三个季度 阿里巴巴的中国商业部门 整体营收同比 虽然是下滑了1%啊 但是 创造了1464亿元的 经调整后的EBETA 对应的利润率呢 是高达33% 所以可以看出啊 阿里的日子还是非常好过的 虽然中国商业部门的 整体营收在减少 而且这是 阿里唯一在创造经营利润的部门啊 但是它创造了极大量的 现金流和利润 是集团的核心造血机 能够不断的向其他的业务去输血 来培养新的增长期 第二呢 我们要来讨论的就是云业务 这是阿里巴巴第二重要的部门 主要包括阿里云和丁丁 这个部门呢 在22年四季度啊 实现了营收大约是200亿 同比呢 增长3%左右 增速呢 比前几个季度开始大幅度的下滑 这个部门主要的问题呢 是股权激励的费用太高啊 它实现的经营亏损呢 是15亿 但是呢 股权激励费用就有18.5亿 近期 云计算市场呢 存在从互联网公司 向政府和企业转移的趋势 而在这个领域呢 阿里巴巴其实并不占优势啊 面临着来自华为 腾讯和百度等企业的激烈竞争 根据IDC的数据 在中国政务云市场当中啊 华为云 浪潮云和中国电信 分别占据了前三名 根据公司的披露呢 阿里的公有云业务 还在处于一个健康的增长 但是呢 混合云的收入呢 却属于下跌状态 在互联网客户流失 和政务业务下滑之时呢 阿里增长的来源 主要是金融服务 教育和汽车行业 在国内业务增长 失数的情况下 阿里云选择在海外市场 进行大幅度扩张 二二年呢 分别在沙特 德国 泰国 韩国和日本啊 新增了六座数据中心 阿里的云业务呢 在公司战略中相当的重要 以至于二二年末呢 阿里的董事会主席 兼CEO张勇 甚至决定去亲自 兼任阿里云智能的总裁 阿里的第三大战略 就是国际化 对应的部门呢 是海外数字商业板块 包括全球宿卖通 和国际贸易 两个海外业务的 一层组织 以及Lazada等 面对海外市场的 多家子公司 大家知道 蒋凡以前是负责 阿里集团最重要的业务 淘宝和天茂 2020年呢 由于张大义事件被处罚 然后呢 二二年的年初 蒋凡担任了 阿里分管 海外数字商业板块的总装 可以看出这个板块 对阿里的重要性 蒋凡上任之后呢 国际零售商业业务 很快就有了起色 成为阿里巴巴呢 二二年难得的亮点 四季度的营收 是达到146亿 同比大增26% 其中 土耳其电商Trendil 和泰国电商Lazada 两家公司的业绩呢 都有了大幅度的改善 二二年的四季度啊 阿里国际商业板块 整体的经调整 Ebay的亏损呢 只有不到8个亿 而在二一年的同期呢 还亏了29亿 2022年我们知道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啊 明确的提出 要支持平台公司 在国际竞争中大显身手 四季度 阿里的国际零售商业部门的营收呢 占整个公司的营收 比重才6% 由此看来 未来的扩展的空间还是非常的大 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下阿里对创新科技的研发投入的情况 大家可能也都听说过 阿里研发了不少科技含量比较高的产品啊 而且呢 是在2017年设立了一个高达上的研究机构 叫做达摩院 下面分设了五个研究所 分别是机器智能 数据计算 机器人 金融科技和X实验室 在对外的宣传当中呢 阿里是非常强调 二财年呢 公司技术相关的成本费用呢 是超过了1200亿元 阿里科技术上面也包括了 寒光芯片 盘九服务器 飞天云操作系统和多模态 大模型M6等 但是以我的看法 阿里巴巴对创新科技的投入比例偏低 二财年 阿里巴巴的产品开发费用啊 是555亿元 同比呢 还下降了3% 而且由于阿里巴巴把维护和保养 现有软件成本啊 以及网站内容相关的成本 都记录了产品开发费用 也就是说 产品开发费用当中 主要是维护现有平台运营的费用 真正用于创新研发的费用比例并不高 互联网企业具有比较强的一个规模效应 平台的边际开发成本啊 会随着营收的增长而不断下降 所以呢 多年以来 产品开发费用率呈现整体下跌的趋势 阿里在2015财年的产品开发费率啊 还能够达到14% 但是到了22年的四季度啊 产品开发费用率已经下降到了5.5% 如果把其中包含的股权激励费用都去掉以外 这个费用率呢 只剩下3.9% 对比来看 2021年啊 华为的研发费用率是22.4% 即使是同作为互联网企业的百度 它的研发费用率也达到了20% 所以在某种意义上 阿里巴巴目前国内业务面临增长的困局啊 也是由于对创新科技重视不够 投入的比例不足所造成的 为什么阿里拥有巨量资金 但是对硬科技这些创新研发投入却不胜积极呢 仅仅在22年的四季度啊 阿里就创造了815亿元的自由现金流 同比增速是高达15% 22年的年末啊 阿里巴巴的现金及现金等价五 再加上短期投资 所持有的股权证券以及理财投资啊 余额一共是高达5400亿元左右 而且还在一个快速增加的过程当中 一部分的原因就在于 阿里采用了基于合伙人控制的公司治理模式 虚化了外部股东的投票权利 多年以来 阿里巴巴合伙人的持股比例啊 在不断下降 导致公司的控制权和所有权啊 极度分离 引发了比较高的代理成本 比如说 马云持有阿里巴巴的股份比例呢 已经在21年的年末啊 下降到4.5% 而截至22年的7月份啊 阿里巴巴的全体董事和高管 才持股2.1% 其中呢 董事会副主席蔡崇信 持股比例是下降到了1.4% 内部人持股比例非常低 但是又具有很强的控制力 容易扭曲经营决策 可能会导致 对内部人的过度激励和研发投入不足 在2022财年 阿里巴巴向董事和高管 确认的工资和福利费用呢 仅仅是2.4亿元 看起来确实不高 但是呢 它的主要的薪酬 是来自于股权激励 我们如果去看 阿里巴巴在集团层面 所承担的股权激励费用呢 就达到了306亿元 2020财年和21财年的 阿里巴巴的股权激励费用 则分别达到317亿元和50亿元 占当年营收的比重啊 分别是6.2%和7% 可以看到 在21财年之前 阿里巴巴重视对内部人的激励 远胜于对创新科研业务的投入 作为全球最大型的互联网企业之一 阿里巴巴浮予超过10亿的中国消费者 和3亿的海外消费者 每年产生超过8万亿元的平台GMV 公司的股票市值呢 也接近2万亿 涉及巨大的公众利益 为了避免平台公司 在内部人利益驱动下 去过度扩张边界 侵犯商家合法权益 损害消费者利益或者是忽视股东回报 就需要对原有公司治理机制进行调整 21年以来 国家有关部门对平台公司进行了整改 最近也宣布取得了积极的成效 22年以来 我们看到阿里巴巴也提出了 多元化治理将成为集团全新的组织战略 希望用组织的创新去驱动业务的创新 比如说我们看到 23年1月份 蚂蚁集团的控制架构 就已经被改变了 把马云的控制表结权和实际持股比例进行了匹配 变更之后 马云的表结权比例下降至6.2%左右 公司就成为了无实际控制人企业 23年的年初 张勇在央视节目当中强调 阿里巴巴发展的最大信心在于 公司与国家社会发展目标的同频共振 高度一致 当前我们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之一 正是科技创新 以我的观点 阿里巴巴作为扎根于中国的平台公司 每年所赚取的利润也主要是来自于中国 应该为中国的科技创新做出更多的贡献 当前阿里对点燃硬核科技术投入比例还远远不足 希望阿里在调整公司治理机制之后 逐步将对创新科技投入的研发费用率能够提高 比如说提高到以后5%或者是10%以上 这样就能够帮助国家去解决一部分卡脖子的科技难题 我是交代高精的陈欣 我们下期再见 如何对一家公司的风险和价值进行判断 如何理解公司底层价值变化背后的博弈 这是每一个投资者在做出决策之前必须掌握的技能 我主讲的课程 商业巨头的价值博弈 将通过分析5家商业巨头的案例 带领大家初步掌握分析一家公司价值的基本方法 目前课程已经在多个平台上线 感兴趣的观众可以点击置顶评论链接购买观看 希望这门课程能够对大家未来的投资决策有所帮助